宫廷法师慈悲开示 尊敬的 这位同修 最后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我在借这个 共修的姻缘 再来一次跟大家 这样讲话 希望能够 借这一段的姻缘 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 就如同 佛在世的时候 常常劝劳我们 人生 难得 佛法 难闻 而在佛法当中 这么多的法门 我们能够闻到 念佛法门 这么无比殊胜的法门 确实 不易 说明我们的上根 福的姻缘 过去 而所修学来的 非常的深厚 不然的话呢 怎么能够遇到 这么好的法门 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鸟生 鸟生死 除三界 但是佛也劝劳我们 一切法当中 在这个环境里面 在五着二世 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 一切都要有人 要有耐心 你没有耐心的修学 你没有忍辱的境界 我们是没办法成就的 所以金刚经所讲 一切法得宜人 人是我们的基本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逆境 善言恶言 好或者坏 在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一定要忍 念佛也是如此 念佛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呢 你怎么念佛 你也不会得力的 所以这个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学佛才不会 浪费这么珍贵的时间 又不能得到利益 那真的很可惜 那今天师傅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佛法里面呢 所讲的就是 布施这两个字 为什么要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两个呢 布施在佛法 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 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今天 会出现在印度 后来成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离不开布施 那今天我们的西方 的世界的教主 法藏比丘 因地修行的时候 后来成佛 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阿弥陀佛 而建立了西方 的世界 也离不开布施 这两个字 今天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建立西方 的世界 没有别的 就是要把西方 的世界供养 供养给谁 供养给十方 一切众生 能够到西方 的世界 过得什么样的生活 平安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 无忧无苦 无惧无痛的生活的环境 都是离不开这个布施 那今天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布施呢 这个布施 它的主要性是在哪里 我们要该怎么修 该怎么做 才能够圆满 那这个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佛教里面 对这个 修福啊 是非常的重视 人没有福报 是很辛苦的 今天你能够坐在 那个佛堂里面 念佛 说明啊 没有福报 你看看 有一些国家 贫穷的国家 贫穷的家庭 不要说念佛 一家吃一顿饭 都很辛苦 这些都是福报 今天你想要长寿 健康 靠的是什么 也是福报 今天想要在这个生活里面 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能够顺顺利地 想做你的事情 所谓的 能够称心如意的 你没有福报 行吗 做不了 今天你想要在这个社会里面 获得你的 而你的孝顺 你的而你的恭敬 你没有福报 也不行 今天你能够移民到澳大利亚 正在澳大利亚的环境 说明什么 也是说你的福报很大 那这个福报是怎么来的 修来了 你没有修怎么来的呢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来讲 具体 这个不是 首先先从具体来讲 具体就是想从生活 人在这个世界上 离不开这个福报 人一离开这个福报 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所以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 你看 一个人在佛法中 来种上根 修供养 修布施 乃至一毛 一臣 一杀 一地的 就是说 用你的一块钱 一毛钱 一分钱 只要用你的真诚心 用你的恭敬心 来供养三宝 在佛法中里面 你能够种上根 这个福报是很大的 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你能够把这个福报 能够供养十方一切 世界的众生 那这个福报 佛怎么讲 不可为遇 不可为遇就是说 连佛陀也无法能够输出来 这个功德有多大 换句话说 今天你来到这个佛堂 莫名其妙 哪一块钱放在功德箱 这个功德箱你一放进去 你这个福报有多大 就如同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 所讲的 福报不可为遇的 但是靠的是什么 真诚心 所以福堂放功德箱 不是要跟你们要钱的 不是的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的想法观 化言 判言 不是 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而且地藏菩萨本院经也 讲得很清楚 有一个人莫名其妙 把一块钱放在功德箱 后来不小心 因为他造的恶运 将来都在三恶道里面 地藏菩萨告诉 释迦牧 这个人就算他以前过去生 有重上痕 哪怕是一毛一块 一杀一尘 我也会将近 想尽办法把它度走 离开三恶道 你看你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尊敬的追捅修大德 会修跟不会修的人 是很明确的 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唯独一个女皇帝是谁呢 中国历史上 只有一个女皇帝的是谁 武则天呢 你看武则天 福报是从哪里来 一个人能够做皇帝 如果没有福报是不行的 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能够做官 甚至于做总统 如果没有福报是没办法 你看他过去生 佛陀在世 他生在那个时代 他曾经供养佛陀 供养什么 一盘沙 看到佛陀 这么欢喜 这么恭敬 把这一盘沙 他在玩耍的时候 他供养给释迦牧尼佛 释迦牧尼佛接受他的供养 而且告诉阿难尊者 你一定要把这一盘沙子 贴在我的墙壁 阿难问着释迦牧尼佛 佛陀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释迦牧尼佛告诉阿难尊者 将来百年后 我涅槃 这个女孩子 会生在正当 正当就是我们讲的中国 作为一个女皇帝 而将来会对三宝 有非常的护持 所以五折天 虽然他所做的恒迦 做了一些 也不少的恶运 但是他对三宝的欢喜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 再来我们看弥陀经里面 阿尼鲁度 曾经供养 供养谁 辟字佛 这是供养什么 供养辟字佛 一碗饭 你看他的功德 获得有多少 长节以来 不受贫穷的果报 所以阿尼鲁度是梵语 翻成中文就是无凭的意思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三宝里面 种福田是最甜的 是最大的 就是第一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贡献的 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会白费的 像今天 我们的维诺 我们来发心 来敲墨仪 敲大庆 我们今天来敲鼓 来为大宗灵众 为大宗读诵经文 为大宗能够来 一起来念佛 这个也是属于供养 只是这种供养 是内财的供养 不是外财的供养 但是内财的供养 比外财的供养 那个福报更大 所以你要生在一个 好的环境 你想要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想这一生 要得到能够幸福美满的人生 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你没有付出代价是不行的 而这个付出代价的 是怎么做 你要修啊 你不修 你是没办法的 那布施最重要的在哪里呢 布施不减减是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 能够舍一点 舍去 来供养给一切众生 给那些需要的人 给一些那些病人 给那些老人 给那一些老人院 种种种的一些时尚的活动 时尚的事实 但是最主要的 佛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布施最重要的 就是把你的以前 从前的错误 你要把你从前的一切不善的念头 无善的行为 不善的原理 不善的动作 一切的喜气 一切的烦恼 烦恼就是什么 烦恼就是贪嗔吃卖鱼 你要把这些无名的烦恼 通通你能够把它舍去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故事 最大的供养 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那今天我们念佛 用这种的方法 就是帮助我们什么 就是把这些不善的喜气 不善的行为 错误的想法 你一定要把它放去 你念佛才能够得力啊 念佛得力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出现了 你才能够转你的业力 业力能够转了 你的心就能够清净 心清净了 你就能够灭无量罪 罪已经灭了 你的福报就现前了 福报现前了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会得力了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 都是业力做主的 都是把我们主宰 我们的命运 所以很多事情让我们活得很辛苦 因为我们没办法做主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的布施 来供养 你才能够会得力啊 获得诸佛的富士 获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 这样的布施比什么布施更重要的 财布施只是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苦 但是法布施这种的布施能够帮助我们成福 能够帮助我们正果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能够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所以首先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毛病 把自己的过失 把自己的错误 把自己不善的一切的念头行为 你要通通用这种名号来克服 来布施 这样修行你就能够得力了 你要懂得修行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那你今天如果没有把它改过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你说这个是迷信吗 这个就是迷信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佛教就是迷信 就是这个原因 天天搞念佛 天天搞诵经 天天赌经 天天做这个 人人做那一个 自己毛病也不改 这个不是迷信 那是什么 我们学佛是一种教育 不是迷信 教育是什么 就是把这些不善的 能够改过上来 这个叫做教育 而且是至善 是圆满的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是什么 修佛里面 以智为本 但是这个智慧 必有福德 为基本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修会 有福 但是没有会 你会造业 因为你有福报 你是个老板 有钱 有权 有利 有什么都有 你就容易去造业了 智慧都是帮助我们 这个 所以福慧 双修 你看那个 佛教的一个大护法 梁武帝 大家都知道 他福报大不大 很大 但是很可惜 他只修福 但是不修会 所以他的脾气 所以他的脾气很大 他供高 我们 心量狭窄 容纳不掉别人 所以他把他的业力 转不过来 后来死得很惨 你看 是被恶死的 被谁逼的 被他的将军 他最心爱的将军 梁武帝 那死得很惨 你看一生建了四百 五十多个 这个大 这个这个很大的 很大的寺庙 护持了十万的出家人 建造了佛像 不计其数 这么大的福报 为什么他的业力 转不过来 就是他的习气烦恼 为什么 是修福不修会 那今天如果 我们也是这样的修 那你所得到的福报 只是眼前所看到的 但是你的内心的世界 你没办法过得自在 过得美好 为什么 因为内在的世界 比外在的世界更美 这个内在的世界 从哪里 从智慧 从方向 从神 从人 开始来学 那你要好好学 不然的话 你看 我们念佛念了这么久 有没有得到礼 那真的很可惜 对不对呢 像师傅 有认识一位 一个护法 天天修福 天天发脾气 天天修福 天天骂人 虽然是做一个老板娘 但是你看 一边修福 一边画福 把修的福 通通啊 烧光光 那所谓火烧功德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念佛 福报是很大 这个福报就是什么呢 将来你往生西方 这么精神 人一老 什么都来了 什么病都来了 那我们今天如果念佛 真的把它念好了 将来虽然我们体质到90岁 也是一样 体质很健康 你看我们学里进中学位 有一个护法 现在今年已经97岁 天天来 一个星期来做值班一次 97岁的老人 很健康 他跟我讲师傅 以前他们念佛的 天天生病 现在念了佛了 天天健康 真的 我们这边有一位老菩萨 97岁 你想一想 所以我常常在想 澳大利亚的 真正算老人的 这几岁 我也不清楚 真正的算老人 就90岁以上 才能够算老人 90岁以下 那个还是年轻的 但是你现在你想一想 人还不到60 一大堆病 这个痛那边痛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这位老人家 真的很用功 他真的在念佛 我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跟他聊聊天 他跟我讲很多一些 他的经过的生活 以前他是怎么样 过生活的 天天造业 你看 这个病 那个病 现在97岁 还在做值班 天天念佛 没有人来 他念佛 有人来 他来 来服务 97岁 你们要不要这样的场所 师傅 不要 师傅 97岁 好辛苦 真的 我说实在 我也不要 太累了 不像我们的海贤老人上 112岁 你看 112岁 能够爬树 种地 做那些 雏工 哦 那个真的 那个不是一般人 那都是佛 菩萨 来实现 活得太老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说实在的 时间到了 赶快到西方 其他世界去 比什么更好 在西方其他世界 什么都好 真的 什么都好 在这个环境里面所遇到的 在西方其他世界 一样都没有 真的 但是这些都是靠你的福报 你没有福报 临终的时候很多障碍 在学佛当中很多障碍 那这个福报又怎么修 就是刚才讲的 把你的一些 错误的 想法 看法 错误的一些 过去的 所做的 你要好好把它 舍去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今天念这句 阿弥陀佛 等于是什么 我要把它舍去 像这位老人家一样 他为什么会弄 会感召来 福利的家世 他都是 天天都是这样干 天天都是这样的做 我们今天 要以他为榜 真的 师父常常跟他聊天 跟他讲话 非常精彩 所以今天 我希望大家 经过我们的共修 经过我们的谈谈的佛法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 要真干 要真听话 要老实 在这个世上 一切随缘就好了 由我们来做 没有 不要给自己压力 简简单单 安安分分的 该做的事情去做 只要我们 尽心尽力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放在心上 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生活 你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上 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很辛苦 我知道 家家有本来念得及 所谓的 遇到家里的儿女的关系 媳妇的关系 或者儿子的关系 遇到一些朋友的关系 孙女 孙子的关系 或者一些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太多了 我们在这个社会太多了 但是关键不是在外面的社会 关键你的内心的世界 你那个内心 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它 无论人家什么对待我们 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 无论是怎么样的境界 最主要你要照顾你那个心 那个心是什么心 亲近的心 天天都在舍的心 舍去的 无论是怎么样的境界 你要去舍去 因为他这些都带不走的 无论是怎么样的都带不走 只有什么样能够带得走 你的莲花 你的这个阿弥陀佛 那个才是关键 一切语言 不要去计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讲 布施重要性 主要性的 不仅仅以才去布施 一定要把自己的烦恼 也能够舍去出去 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 供养 今天呢 师父简单来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讲话 没有别的路 没有别的意思 也希望我们能够 在佛法当中 我们能够进步 在念佛里面 我们能够得利益 这个才是我们 念佛 不白念 学佛不白学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下个星期 礼拜六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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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谢法师 慈悲开释 来 and hear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